菲鴻泰委員 好,謝謝屬席副院長 副院長幫我找一下 請一下謝教授來 請謝提名人 謝教授,你好 我就沿著剛才我們林一華委員的題目 我個人是在台北大學教書 為了要今天針對 剛才林一華問的這個問題 我也請教了台北大學 我們法學院的幾位教授 對你當時處理這位學生叫什麼 這位學生叫 等一下,我看一下 叫陳 陳超雄 你心裡沒有一絲一毫的對他的抱歉嗎 沒有 沒有的話,我可以大聲講 什麼 這個,待會再下結論好了 湯德忠 剛才講,湯德忠啊 湯德忠的文章裡面 我把判決書也看了 我把湯德忠的 湯德忠的這個論行政程序中的回避利益 就直接講這個案例 平常講 在高等法院那個案子啊 說,那個判 那個判的結果是 康德忠的批判是說 沒有針對回避利益來談 這個法官我是覺得 我自己當然可以這樣覺得 他根本就沒有針對 針對人家告的這個 這個題目去亂寫 亂判 平常講,我是教書的 我在台北大學教了很多年 我在台北大學教了很多年 我太太還在那邊教書 誰都會知道 我的學生在裡面 如果說尤其是在競爭的狀況下 不知道回避 你說,這個什麼 交易部忘了提醒 這叫鬼扯 我沒有說他忘了提醒 comma sense 就我們剛才林玉華委員講的 是不是 這叫鬼扯 一個老師啊 不要讓人說你私聞掃地啊 湯德忠這個案子真的很有意思啊 湯德忠借林要離職了 剛好你是要去接湯德忠的位置 湯德忠說 點名你 借名揚 沒有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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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的迴避 結果這個人 現在要去接湯德忠的位置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我都不知道 蔡英文是怎麼會提拔像你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人來出任中華民國大法官 不誠實 我們 我看官員 第一個要看 你誠不誠實 剛才我看 林玉華委員問你 一副屌兒當道認為說你沒錯 如果說沒錯 如果說沒錯 然後湯德忠再用他的書 直接拿你做例子 直接點名你 你就去告他 你要不要去告湯德忠 我甚至覺得台大法學院沒有把你交好 你一天到晚說沒有把誰把誰交好 我覺得台大法學院沒有把你交好 才會由你這樣子不知道利益迴避 讓自己的學生能夠 你把人家幹掉 讓你的學生可以公費留學的資格 抱歉我不是不知道利益迴避 我有要求要利益迴避 我有揭露了 你有揭露什麼 幾個口試委員 大家共同的決議 是要我繼續留下來 來出題目 就是問口試的這些題目 因為這個智慧財產權的專業 在座就只有我一個 我跟你講 這是他們的決定 我在學校教書那麼多年 如果說我們有競爭型的考試 或者是我們在外面 我們填寫什麼東西 一定要談到利益迴避的問題 他交過你跟你有私生關係 或者你交過他 都是要利益迴避的 我們在公部門都知道這樣做 你還是教人家的人 一天到晚只批評你誰沒有交好 我是覺得台大法學院沒有把你交好 真的 而且最好笑的 我很諷刺的 你居然要去接湯德忠的位置 湯德忠的位置 他又寫書批評你 一般的教授啊 只要點名一個人把他當成案例 哦 以後你們要注意 不要學這個 學這個 學明揚一樣 不要學他 不知道如何做利益迴避 我跟你講 換成99%的老師啊 都無地自容 乾脆回家算了 你無地自容 憑什麼還在 還在 注意英才 還在台大 法學院在教書 好意思嗎 我跟你講 我問了很多的 在法律系的老師們 大家一直 哦 姓明啊 馬上就告訴我這個案子 我問了三個三個人 不同的打電話問他們 三個人就告訴我這個案子 了不起吧 很了不起 你在法 法律學界是很有名的 就是因為這個案子 我想不是吧 這個我有專業 三個三個人都都這樣子跟我講 真了不起 我跟你講 我們教書的人 當然 我們問任何的問題 我就像做研究報告一樣 我一定要去找出處 本人當民意代表25年 我一向都是隱君祭典找資料 我去訪談 我去訪談那些法律系的教授 包括畢校的教授 我問了三位 三位通通講 你去看湯德宗的書 湯德宗這書裡面 我剛剛再講一遍 直接拿你當例子 說要注意利益迴避 真的喔 湯德宗是現任的大法官 你不能說他無敵放肆吧 你不能說湯德宗沒有學問吧 就算沒學問 可能是至少也跟你差不多吧 他沒有了解完整的事實 結果呢 人家寫了一個書 平常講 我也把法院判決書拿來看 我是覺得 高等行政法院 根本也沒有針對人家原告的題目 來做判決 你就害了這位學生 這位學生現在年紀很大了 我再講一下他的名字 他叫陳超雄 謝明陽先生 你這一輩子就欠這位陳先生 是一個道歉 因為經過專業的考試 其實他所具備的專業知識 是最差的 這個是所有的口試委員 大家所一致的個別評分的結果 並不是我個人 人家鄙視是第一名 那個鄙視在專業的部分 人家鄙視第一名 口試給他打成最後一名 然後第三名 康好地補 第三名 喔好巧喔 是謝明陽的學生 很了不起喔 這個故事不是我編的喔 這是發生在民國八十幾年的事喔 時隔二十多年了 你今天要來當這個大法官 我別的問題我也不想問你了 光打這件事情 就是你學術良知的一個嚴重瑕疵 你還好意思去 人家找你當大法官 你就願意去當 因為我已經揭露了 我已經充分揭露 跟其他委員講說這個是我的學生 我並沒有迴避或做任何的隱瞞 沒有迴避這個事實 你還是認為說你是對的 你還認為你不欠這位陳超雄宣聲的一句道歉 你改變了與人家陳超雄的一生 仍然以一生的規劃 如果他出國公費留學 也許今天狀況就不一樣 公費留考 身為老師的人 傳到授業解惑 要做學生的一個標竿 公費留考是為國舉差 你自己覺得你配做一個標竿嗎 當然 我覺得不配 公費留考是為國舉差 我覺得不配 我則唐德忠 唐德忠 我跟他不熟 他跟我太太是同學 我所了解唐德忠 是一個非常公正的人 小心謹慎的人 我也沒去問他 你為什麼用你這個例子 作為一個教科書的典範 我再唸給你聽啊 他是論行政程序中的迴避義務 他就拿你這個案例來做例子 如果你不敢去告他 只有兩種可能 你不屑去理他 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你自知理虧 我相信對教書的人 教書的人 我們追求的不是 物質上的享受 我們追求的 至少在跟精神層面的 一個追求精神層面的教授 因為在大學教授啊 除非你有兼差了 我這一位的薪水 你當院長就是十萬多 再加上院長加給 兩萬五千塊 大概就這樣子 追求的 相對於你的朋友去當 去當當律師或怎麼樣 那是查得很多很多 所以我對教授是很尊敬的 所以我對教授是很尊敬的 但是平常講啊 謝教授 謝老師 我們都教書出來的 我覺得你真的欠這個學生一個道歉 你真的五月夢回的時候 你想想看 你該做回避 你不去做回避 害了這個人 其實在我來看 如果說你的成績要 你自己的成績打下去 你根本要把它拿掉的啦 就像我們做評比 我以前沒有當民意代表的時候 公共貢獻委員會 也要找我去做評比 評比啊 我們通常說如果五個人評比 把最高的最低的 要把它拿掉嘛 下一步我是覺得也在 也在護著你啦 但是以前的事情 我也不想波及太多人 我只是跟你講啊 心中的詞啊 應該是一致的 就像你批評滿久 學校沒有把它教好 我也可以講的 學校沒有把你教好 因為你怎麼會變成一個 教科書的案例 很了不起 而且平常講啊 大法官我希望是沒有顏色的 可是前天呢 我到憲法法庭 針對軍人連改的這個 延遲辯論 我就看到最後一位提問的大法官 叫陳洪霞 黃洪霞 他問的問題 大家一直 大家真的是 就覺得他在偏袒 偏袒機關方 何必呢 一個大法官想說 我今天是第二次 我昨天在就在這場合 點名陳洪霞 黃洪霞 我今天再講一遍他 我覺得黃洪霞也不配做大法官 其他的三位 你問的問題 總而讓人覺得 我真的是在討論問題 不要有任何的自己的立場 這黃洪霞給人感覺就是有立場 今天我花那麼多時間講 在民國八十幾年的這個案例 因為你有立場 所以才會寫在教科書裡面 你該迴避而未迴避 我相信我今天花那麼長時間 講給你聽 全國也都是這個廣播的 明天的報商雜誌也許會公布的 謝謝老師 要以此為見 到了 如果你到了去當大法官 不要有偏見 更不要有什麼立場問題 那個會一輩子追隨著你 你大法官最多當八年 八年下來以後 如果你的判例 你的言辭 讓人覺得你是偏袋 而且偏袋是為自己 為你自己相關的人 這個大法官 人家看到你啊 不會給你鞠躬的 只會給你吐口水的 就像湯德忠書裡面寫的你 真的我是你我是不會去做這個 因為你要去接湯德忠的那個位置 就是接那個位置 湯德忠對你這樣子的批判 我能夠回應一下嗎 你該不該針對 那位陳超雄的那位先生 當時的學生 應該跟他說一聲對不起 你真的欠人家一個道歉 你知道嗎 這個基本上要如何去計算成績 這個是教育部計算的方式 這個也不是我的問題 那我的問題 我就是說到底有沒有回避 我先不叫你叫做 那我剛才講的未定揭露 我最後告訴你啊 世代夫無恥未知國恥 接著請李立芬委員